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我們今天的節目是錄影的 我們錄影的時間是下午3時11分 現在看到上陣的升幅收窄了一些 現在上陣是2602點 升了10點 至於恆生指數 今日炒著中央放水的概念 一直衝高到27500以上 現在稍微回歸一些 現在是報27495點 升幅有374點 沒錯 市場上繼續有個支持 今日拒絕回落 港股方面 今日肯定會收復到27260點的水平 而且其實它一直整個 可以說是今日大部分時間 已經不是只是午後 是較早午前 其實已經由大概10點半到現在 一直咬著在27500點的位置 想上 想不到 因為單日累積的升幅多 但是 所謂的回落 10點 20點都沒有 很多指標 即使肯下來 指數仍然在27500點附近的位置 所以算是屬於 今天是挺有力的 這樣就站在上面 是 如果恒指今天就收回 如果跟現在差不多上下水平的話 會不會是有少少逆轉的勢 還是技術性反彈一下 看回成交 我又不會完全看低它 因為成交方面 暫時865億 現在3點13分 就有47分鐘 再加上U盤 我懷疑今天可能挨近950樓上 甚至乎看U盤有多少 來看看過不過千 所以成交方面 沒有什麼挑戰它 升幅上也OK 起碼突破了一個位置 接下來就會跟大家嘗試去看上方 如果真的衝上去的話 去到某些之前的阻力位 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有當時9月份的時候 在這些位置 大概是27953 你當是28000左右 如果再對上數多一個 應該就已經是28500點 這些位置 28500點 當然了 指數方面 就叫做衝穿之後 就是在那些位置 會有潛在的一個阻力 如果追不追貨方面 我都會建議大家 我就覺得審慎 但是呢 我就短期 所謂的短期 視乎它什麼時候 會下回27260之下 如果它不會回到27260 短期我就不會把有證的資金 來考慮什麼時候加淡 管理ETF也是 照守著先 但是呢 如果在27260樓上 我就看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股份 是值得短炒的 但是就 今天呢 我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但是呢 就 起碼暫時 不要再加深淡仓 暫時都適宜觀望 因為始終都是 一直說的 雙底頸線突破 始終要正視的 因為當中 你再向上的話 隨時都是 剛才所說 28000 然後28500 的話呢 就無謂 明明在這下突破的時候 這麼快去股頂 好 現在看完大市方面 看看個別股份的表現 好啊 在活躍成交榜上 今天投位的騰訊 就帶動了恆指很多的升幅 升了11點的 升幅有3% 現隔呢 就是在報341.4的 暫時呢 現在就站穩了 在這個384的樓上 上到去 沒錯 騰訊都是需要說的 雖然它 即是獲批的遊戲 就不像遊戲 但是呢 都 有一個因素可以考慮的 就是 其實有沒有發現呢 是 最近呢 現在已經出到第四 第四批 就是獲批的遊戲 或者這些程式 其實最近都越批越快 是喔 有了第一批之後呢 接著很快 我們就說第二批又不中 接著隔了七日八日呢 就真的又說第三批不中 第四批跟著就出來 是 就由以前可能等整個月 接著就現在可能一個星期 都有一堆出的 那種不種就另計 還有種些什麼又另計 但是似乎呢 那個批的進度呢 確實是有加快 嗯 是審批得很快 還有騰訊 自從在十二月的時候 就想衝回到十一月尾 衝回到三百元之後 整個勢都不同了 沒錯 是三百元 甚至現在的支持已經不是三百了 即是三百是十五了 是 挺有支持的 有勢還一直在上 填毫的圖上看 沒錯 所以 投資者繼續拿著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衝多些少 當然上方可能再去多些少 三百四十五都會有阻力 是 不用股頂住 不過給一些潛在的目標 去看看 逐步逐步上去 嗯 好 看完騰訊 我們看看其他 彈得今天比較顯著的股份 看成交榜上 彈得最多 彈得的百分比最多 就是信羽 升了五個百分比 是76.75 不是現價76.65 剛剛就 今早都看過了 反彈得不錯 還有吉利也升四個百分比 還有鐵塔升三個百分比 今天也再度破頂 鐵塔今天最高位 是1.7.6 現在稍微回順一點 去1.7.4 不過都走勢不頑 因為開是開1.6.8 現在暫時有六格的楊竹 這隻又是 上到這麼高位 依然是拒絕回條 有貨的朋友 都是照拿著 5G的概念 股都是近期熱炒 今天北京方面也有消息 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 近日印發了一個方案 指北京的5G發展目標 去到2022年 北京市方面 營運商5G網絡投資 累計超過300億人民幣 總之都是大力發展5G 沒錯 現在北京市5G產業的實現收入 就是約2千億人民幣 拉動了信息服務業和新業務規模 超過1萬億人民幣 現在有個大行報告 都看好5G行業的發展 就是麥格里 麥格里 就說 這個方案 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覺得可以理好5G產業的 亦都有提到幾隻股份 除了包括有鐵塔之外 還有中移動 中通服 中通服 今天下午都見到有朋友問的 但未回答得及 差不多原字幕的時候 麥克廷就有問5.52 中通服 不過今天就低開了 現價是7.22 因為昨天就營了陰燭 現在股價是微升了0.4% 但今天有個小陽燭 但因為低開了 所以還未掩蓋昨天的陰燭 還有少少距離 沒錯 昨天陰燭就疑似三頂的格局 其實今天一枝小陽燭 有上影線 都未曾說可以確認 有機會再向上 所以未買的朋友 我建議都是審慎多一點 今天是鐵塔漂亮 552就不漂亮的 2342就是經訊通訊 所以這陰燭也稍為可以有少少陽燭 這個也是充頂的 沒錯 六八六九長飛光纖 繼續不濟 這個就比較平穩一點 曾經一度都升了一點幾個百分點 現在準備收窄到隨時又到跌收場 現在只是升一毫子 剛才你數過941中移動 中移動都跌 都說要跌 金浪有多少頂倍設之下 今天都要陰 市民燃資金是炒別的版塊 可能從中移動抽一抽走 市場就算炒5G概念 都衝去鐵塔那裡多 沒錯 直到現在為止也是 沒有哪隻其他股份 可以有這樣一口氣 衝上去的勢頭 因為之前12月27日有個頂 就是1.57 1月9日就再試 試完之後就回落一點 又再開始彈上 現在已經去到1.73 比起前兩個雙頂 已經高了很多 是的 都有近一成 破頂之後 有貨繼續繼續 除了這堆5G股份方面 其實都今天看到手機 手機就 剛才說的信與瑞星 個別有些 今早中午的時候 升得多 現在都稍有回順 一些 比如1415高位電子 曾經一度上過1.08 現在1.02 由十幾個百分點的升幅 就收窄到不夠十個百分點 1478 優泰 今天曾經最高見過4.45 現在都稍微收窄 紅一指去到4.34 升得3.8個百分點 暫時這方面都稍微收窄 2.85 比亞迪電子 今天都升得少些 剛才最高上過去 9.63 現在9.51 似乎 都是在尾段有個收窄 可能市場 點數上 可能騰訊一直頂著 但是股份方面 美市很多都稍微收窄了升幅 看完一些活躍成交榜上的股份 我又想看一看 長實 長實旗下公司 就繫資了3千萬 就購入了醞釀私有化的合和股權 如果私有化成功 也有一個上漲的空間 長實現價是64.85 升了1% 至於合和方面 合和方面 現價是36.1 即是如果長實方面 這些能否購入呢 如果私有化成功的話 相信都有一個 如果私有化 它就給到明 私有化的作價是38.8 12月6日就公佈了 所以 值不值得 你就自己看36.1 和38.8 當然 又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 尤其是這兩天都有再升到 另外 就長實11.3 除了買合和股份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因素 當然 其實被人買 買盤會比較強 有機會炒會比較多 所以 不建議大家 因為這個因素 去買 長實 除非你看好 樓市 甚至乎 推盤 各樣情況 否則 都看過就算了 如果搏入合和 即是以前都說了 可能已經 price in 了 那個衝擊 對 不要覺得一定會上38.8 因為中間有些不確定性 通常都是會 discount 股份未必升得足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恆指 就上回到27,500樓上 暫時在27,515點 升幅有394點 暫時成交方面 是有888億 好了 這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星期一 早上9點15分 再跟大家見面 下星期見 拜拜